新加坡新創展登場 9家台灣新創業者在科技部領軍下 成立台灣館 展現MIT在人工智慧 智慧醫療 製造和數據分析 等多元領域的成果 深受東南亞各國參觀買家關注 希望讓台灣的這些新創的能量 可以讓東南亞的國家可以看得見 並且我們可以來連結它的市場 跟它的資金 以及相關的客戶 除了台灣新創業者拼新南向 另外也有台商前進非洲 南非約翰尼斯堡最近舉辦國際貿易展 外貿協會率領多家台灣進出口廠商參展 展出布料纖維 電信相關和家庭用品等產品 非常看好非洲的市場 駐南非代表周圍中也到場為台商加油 不管科技的 傳統的 都是非常有市場價值 我們身為住外人員非常高興 我們台灣優質的產品 能夠介紹到南非以及非洲 希望能夠在這邊踏踏地氣 然後來希望直接面對面的 跟客戶交談之後 然後真正的聽到他們的需求 然後能做到單子回去 這場貿易展結束後 台商團預定轉往印度洋國家 摩里西斯參加貿易洽談會 繼續平商機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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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